接下来我们再找个配件过来 配件可以从坏板上面拆一个过来 比如说从这个坏板上把这个拆下来当领部件使用 那么像这种塑胶元件拆下来当配件使用该如何拆呢 这是一个纯粹的塑胶元件 纯粹的塑胶元件 所以一定要使用4分地的大炮2310来拆 拆下来当配件使用 我再提醒一遍 我们现在是将它拆下来当配件使用 因为我们修手机的时候 很多配件都是需要循环利用的 循环利用 节约成本 对 对 一旦准备了 四燈利大炮的温度是290度 风力开到一档 多吹一下不要紧的 温度不要太高 太高的话这个塑料容易化 就很丑 来了啊 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拆下来当配件使用的 当配件使用 修手机一般情况下最好是使用 自己拆机的领部件 这样可以节约成本 一方面的节约成本 另外一方面呢 它本身也更可靠一点 因为你买了所谓的新的 说不定也是人家拆的 给你翻新的一下而已 只是你不知道 好 这呢就是拆下来当领部件使用 是差不多是一个人的 这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 所以我会让你试in 让这就是我们的